我轻轻的唱着 你静静的听着 我知道你回忆的场景变幻者 秋天也过去了 都无法绽放了 你用最后的美安慰我 春天会再来还要听我唱歌 听我唱歌 在看看身影中围着我 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的一样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千人的她 无畏地骄傲 呀 呀 呀 在看看生命中围着我 盛开的鲜艳的那些话 我怎么能亏欠了她 呀 呀 我要迎着熄来的风雪 默默地陪伴着千人的她 我为她骄傲呀 呀 呀 我估计家店条件肯定也错不了 你一看上许然的没用 人家喜欢的是我姐 姐还看不上她呢 甲蕙 想不上她 怎么会儿啊 反正你姐对她也不来电 要不这样吧 你跟林凡分手 我让你小舅妈把她介绍给你 妈 你快别逗了 你以为谈恋爱挑白菜呢 还带你这样的 呀 人家许然看上的是我姐不是我 要真能随便挑随便换 那让文慧喜欢我姐都得了 我姐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反正我就看不上林凡 那当年我姥姥还看不上我爸呢 那你不也毅然决然嫁给我爸了 酱嘴是吧 不是吗 是啊 你姥姥到现在也看不上你爸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嫁在中间多难呀 我可不想让你像我一样 夹在中间 想来这日子过得多苦 那你就喜欢林凡不就好了 就不别扭了 你不想让我受你这种假板气 你就学着接受林凡嘛 难道你跟自己爱着人在一起 过得不幸福吗 你跟了我爸后悔吗 跟你爸呀 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的话 我还想嫁给你爸 这不得了吗 说不我呢 这么晚了 你俩还在聊没睡觉 我妈那这儿乱点人要谱的吧 爸 爸我睡了啊 晚安 好 好 早点睡啊 别看电视了 好 好 你喝点晚餐喝点 怎么了 别提了 我下班前 住屋美娟啊 到办公室去了 那脸啊 青一块紫一块的 又挨揍了 你咋知道的 我上次不就跟你说了吗 他脸上他又挨过揍 跟你说你还不信 我跟你说超市里的人全都知道 他经常挨揍 他老公啊是真的打的 家庭暴力 典型的 你说这 这吴美娟 要长上有长相 要身材有身材 而且又能干 又能挣钱 他老公也真能下得去这儿手 你说 又不还下得去这儿手 挺怜向心愈的嘛你啊 真是 他这么晚了干嘛去超市啊 坐在办公室里头 一个劲地哭 他老公又酗酒了 喝完以后就打他 他跟你说的呀 他干嘛当着你的面哭啊 他实在没地儿去了呗 跟哪个朋友说呀 你让他跟谁说呀 他找谁他不能找你啊 你是他什么人啊 他可以找他娘家人去哭嘛 干嘛他找你呢嘛 这个人让我说行 你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呢 他 等 他挨揍了 然后去找娘家人说去 那娘家人不是跟他一块上火吗 对不对 再说了三更半夜他去哪儿啊 只能去超市啊 这 幸亏我在那儿 我要不在那儿 他一个人就在超市里哭吧 多可怜 这要不说啊 这女人嫁人啊 就跟赌博一样 赌对了就赢了 赌输了 走一辈子走不对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话里有话是不是 那你这是什么呀 你赌输了 听出来了 那你说我这样 像赌赢了吗 嫁给你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啊 房子没房子 车子就跟我们行啊 给你想过什么福啊 非得有家庭暴力 我才算不幸啊 好 你也早点睡吧啊 睡觉去了 再 再聊一会儿 不聊了 再聊十五块钱呢 一块五都不聊 好 太棒了 丰富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 孟佳慧比我还讨厌 因为我 孟佳慧比我还讨厌 我没有更讨厌 李洪几天订厌 孟佳慧 你在我面前 晃了忘记的 孟佳慧 你最讨厌了 孟佳慧比我还讨厌 我没有孟佳慧讨厌 狂哭了 感觉着做 梁芬 我爱你 一生一世 最终的幸福生活 其实你真的是挺好的 在我耳边 大呼小叫 可你又是我掌中的宝 我欣赏的骄傲 是我会醒的时候 打给我希望的药 你怎么又来了 昨天你说我送你一朵花 说我想要弃 我先给你多送一朵 就多一朵呀 你口气好大 就多一朵 不用钱啊 你们女孩子不当家 真的不知道采米油盐贵 你们不用送花给男生 当然不知道心疼了 我们男生要一辈子 送花给女人 你想想看 一辈子下来得花多少钱 大嫂子 哪有人送花送一辈子的 你们男人 把女人追到舍了之后 却再也不会送了 我告诉你 我跟别人男人不一样 别人男人几次花 就把女人给搞定了 我追你还不得一辈子 不轻打心三辈吗 你还 这花不是白送的啊 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什么时候请啊 我得算理解了 行啊 不就是一顿饭吗 走吧 好 请我吃什么呀 一碗拉面吧 拉面 你太小气了吧 喂 吴总吗 是我呀 你在哪儿呢 还好吧 那就好 超市这边挺好的 你不用惦记着 有我呢 好好休息吧 好 再见 我把这鸡胶好 吃到你了 还有力的我还要借你上午 吴总没来上班啊 他那里白天哪敢出门啊 我估计晚上能来啊 那要不要我买点东西去看看他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怎么了 吴总不是生病 他是被老公给揍了 你再拿点水果拿点点心去的 你不是寒碜他吗 这不二吗 真 这怎么二说呢 那个 今天的几个头架产品 我一定拿出来 我去拿一下 好 好 这家电脑面还不错啊 是吧 能比得上 你带我去吃那家韩国料理吧 这价格差忍了好吗 这价钱不是衡量事物的唯一标准 关键是你喜欢 你感觉好 那你喜欢我吗 我给你感觉好吗 你给我的感觉呀 就像是这碗拉面 拉面 拉面 拉面好啊 像我 够劲的 像我 臭美 的 我 还不错 那怎么那么能往自己点上贴近呢 是挺像我的 劲道啊 你去上班吧 我辞职了 你干吗这么亲爱看呢 这么好的工作 你怎么说辞就辞了 不论你 不论你 小月 我知道了你一些事情 你千万别责怪你小小孩 是因为我很想知道 所以我才逼她说的 我知道你现在心情很不好 不然都是任何一个人 碰到这样的事情 一定会很痛苦 但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会是一个轻易不会爱 但是一旦爱上了 会很认真很执着的女 这也正是我喜欢你的原因 你干吗呢 你怎么把自己弄得跟你猴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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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我会爱你的 我也是 因为我 害怕寂寞 你在我面前 会儿话 因为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 是吗 那要怎样 你看 所以我才弄出这么多上两个杯子 在我耳边 弄了半天 我一个都没多吃饭 你想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呀 因为啊 你太害怕这些泥巴 你太害怕把自己弄脏 我就不怕 你看 那为什么 要把自己弄脏了才能弄杯子呢 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把自己弄脏 才能做好这个杯子 我是说 你要做好一件事情 必须得全情投入 专注于你的这个目标 而你呢 太害怕了你受伤 一直给自己穿上一个盔甲 看上去表着保护得很好 但是其实你没有办法享受 脱下盔甲的那种轻松 你干吗受这么伤好呀 你就说到底该怎么做一碗吧 很简单啊 像我一样 忘掉自己 专注于你自己的目标 怎么做 这样 怎么样 怎么样 用心吗 我这乖乖的坏坏的丫头 是我欣赏甜蜜的伤口 你是对的 你是错的 反正规矩都是一碗 你不要冲箱了 废哥 你现在再做一下这个东西 肯定不一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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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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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终于做成一个瓶子了 好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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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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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再做一 好 做杯子 行 当我的心开始如刀绞 每一次我都醉着难逃 我再做一个 我这乖乖的坏坏的丫头 是我欣赏甜蜜的伤口 你是对的 你是错的 反正规矩都是无点的 那不胖也不瘦的丫头 你总陪名叫减肥的理由 这种日记很有奔头 只是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都会享受 其实你真的是挺闹的 你真的挺闹的 在我耳边 在我耳边 大呼小驕傲 放 但你又是我掌重的抱 我欣赏 的骄傲 是我灰心的时候 带给我希望的药 带给我希望的药 你有那么长的睫毛 许元 今天谢谢你带我出来玩 我特别开心 嗯 这口头说谢谢就完了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谢谢你啊 欲吃晚饭 不行 我家人最近都特别担心我 我要是再晚回去了 他们肯定会特着急的 没关系 只要我跟沈说一声 你跟我在一起 他们会特别放心 可你这工作都辞了 哪儿来那么多钱 天天在外面吃啊 谁说我请你了 今天晚上是你请我吃饭 拜托 我今天中午刚请过你 那是你之前欠我的 你想想看啊 今天咱们玩了一下午 花了很多钱啊 许人 我这么想到原来你这么小气 哎哎哎 秦晓月 我告诉你啊 我都辞职了 为了你 我明白地告诉你 我辞职了 没有钱开饭了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你不是让我给你钱吧 我问你要钱也不过分啊 可是这是你自己要辞职的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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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自愿的 但是为了谁呢 对不对 你是不是应该要负一点责任啊 我每个月工资吧 就那么点 我还得买衣服 买化妆品 有的时候还得吃点零食 这每个月的钱 我自己都不够用 有的时候我爸妈 还都得给我点 我这哪还有钱养你啊 行吧行吧行吧 我找你奶奶出去啊 反正我是为你没工作的 你这人怎么那么玩赖啊 怎么样了 行行行 我请你我请你 好 那我跟舅说了啊 艾婶 是 我是许然 现在晓月跟我在一起呢 然后我想告诉你 咱们家晓月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 然后我就麻烦艾婶你跟人家说一声 好 谢谢 搞定了 你干吗这样看着 没见个帅哥 天哪 我什么没见过像你这么赖皮的帅哥 天哪 我又听到这个词了 咱们晚上吃什么呀 这是拉面吧 又是拉面啊 能不能饭点别的呀 我 我想 这个什么 妈 回来了 小倩啊 回来了 我 我马上做饭啊 妈 给你说个好消息 什么 许然这两天一直跟晓月在一起 真的啊 她同意了 哪那么快同意啊 暗急啊 不过我觉得许然已经挺厉害的了 是吧 你说她拉着晓月 和晓月在一起这多不容易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不过这种事不能着急 有个第一次她就会有第二次 好 跟我做好吃的 好的 好的 我一定要慰劳你啊 给我带来了个好消息 你好 幸运 好像伸手就能够了 要是一辈子这样多好 不回事了 你觉得我们会一辈子都这么好吗 嗯 反正我会 我不知道你啊 我肯定也会啊 下场吧 不许离开我 你也不许离开我 不许离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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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天赶紧回去上班吧 不许再也需要找我了 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我已经辞职了 公司不要我了 所以我以后就得靠你了 如果你不养我的话 我找奶奶养我 站在一起了 行了 你快回去吧 不许再也需要找我 拜拜 好吧 那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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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总 您要走什么 晚上下班呢 你有事啊 怎么样了 好多的吧 准天弄得跟鬼似的 白天都不敢出来见人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吴总 你有事啊 我想去趟日本 去日本 我听说那边的超市开得很好 想过去考察考察 行 你去吧 超市这边有我呢 你能 陪我一起去吗 我 我去干什么呀 再说了 超市这边得有人看着呀 我想你是经理嘛 你应该出去走动走动 顺便去学习学习 超市这儿 可以让你老婆先看几天呀 那 就咱俩去呀 不可以吗 不是 我 我是怕我老婆不同意 有什么不同意的呀 咱俩那是去工作 又不是去干别的 想什么呢 再说了 这男人要出个差 还非得让老婆同意呀 要不这样 我去跟她说 不用不用 还是我跟她说吧 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呀 我打算办了签证以后就走 你有护照吗 护照 没有 那你去办个护照 反正咱们是去考察 也没有那么紧张 好 那我尽快办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开车小心啊 小心点 好 请进 请进 妈 晓月回来了 许晗送她回来的 是吗 怎么样 她俩在窗户外头说话呢 我没太听清楚 好像许然说 要辞职 一直跟着晓月 什么 许然辞职了 我怎么没听说呀 我想大概 也不会是真的 要不她是逗晓月的 有这个可能 回来吧 怎么接这么晚啊 吃饭了没 吃饭了没 没吃 没吃饭啊 嗯 我给你热去啊 你等会儿 吃饭了 哦 凑够吃点吧 超市那几样打折的商品 我买回来了 鸡蛋呢我都买了点 我准备明天给我妈送的去 哦 哎呦 吃饭了 喝点水 有心事啊 想什么呢 雪儿 嗯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嗯 说话 怎么了 这个吴总啊 嗯 想让我跟他一起 去日本考察一下 去日本 你跟他 对 他说 日本超市干得不错 想让我去学习学习 想让你去学习学习 想让你去学习学习 就让自己去吧 干嘛 他又跟你一起去 那肯定是他呀 去看也看呗 就你俩 几个人我还不决定 反正我们俩肯定不拒 不行 这只是工作 工作也不行 顾南瓜你 他跑过外去 想干什么呀 瞧你那点小戏眼 顾南瓜你怎么了 一起出山有的事 这不都是为了工作吗 少拿工作当幌子 想干嘛呀 想离开我的世界 还跑国外去 你们工不工作 谁知道啊 你们想干点啥 谁知道啊 不是 我们能干什么 不就是为了考察吗 一个男人在外干事业 出个差 这老婆在后面管三管四的 像话吗 你没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呀 一个成功的男人 他背后一定是有一个 不平凡的女人 像你这么小气的话 我还能干什么事呀 一个干大事的男人 就必须得跟女老板出差 我告诉你 他现在的状况非常危险 知道吗你 什么危险啊 他家庭保利 他现在正脆弱正委屈呢 现在如果有一个男人 对他稍微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就容易出事 我跟你说实话吧 冯海 你还去日本呢 你俩在超市 你俩在超市碰个面 我都不愿意呢 还去日本 我告诉你啊 您可超市不干了 我都不会让你去日本呢 死了这个心吧 告诉他我不同意 他今天还说 还想跟你单独谈一谈 让他省省心吧 甭跟我谈啊 我就是那一句话 我不同意 谁说都不同意 雪儿 你能不能大气点啊 我跟你说啊 你现在的这种狭隘 已经组织了我的发展 你知道吗 发展 对 就开个超市 你能发展到天上去啊 去趟日本 回来你能当国家主席 还发展 得了吧你 我吃了 我不跟你说了 呼叫蛮馋的 吃吃 我明天自己去 去办护照 行 你去吧 你去呢 就把咱俩离回手续 一起办了吧 这次 其实你 你不可能 多不容易 你没有行 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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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得 恍惚了 感觉这酒 该是我 最后的 幸福生活 来 来 这不够稳的吧 你拿了 拿了 赶紧给我 我藏起来了 有本事就给我找 干吗呀 赶紧给我拿出来 我说了你自己有本事找吧 你诚心是不是 我是诚心 我这可是干正事 我也是干正事 我从来没出过国 这次多好的机会啊 我出去看看 学习学习 怎么不行了 你去可以 我不拦着 只要有吴美娟 就不行 那 这 公费出国 吴总是领导 他怎么就不能出国呢 怎么就不行了呢 他去不去 我管不着 但你 我能管得着 只要有他 你就不能去 你什么意思你 你给不给 我不给 那你信不信我打你 你敢 你打我 我 我 混蛋 许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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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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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最近没有看到许冉呢 他辞职了 听说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呀 到这上去 笑徐老师 你这夜都看了一个多小时了 神不守舍的 谈恋爱了吧 才没有呢 没有 你那个每天拿着一束鲜花的白马王子 在外边等了许久了 快去上前看看 又帅又执着 还等什么呢 快去吧 不都跟你说了让你别来了吗 你怎么又来了 我知道 主要是我今天想正式地送你一束花 免得当你以后想起我的时候 会觉得我很小气 你不都没钱吃饭了吗 怎么还有钱买花啊 我跟花店老板说好了啊 我先拿他的花去追女孩子 先奢账 等追到了手取了老婆 以后让我老婆来还 那这以后谁还敢要你的花啊 这里外里不都等于是自己买单了 我告诉你啊 所有的男人用的都是那一套 他们愿意为女人花钱 然后逗女孩子开心 最后女人嫁给她了 两个人的钱合二为一 然后女人又给男人买东西 最后女人还不等于是 自己给自己买花嘛 你都是哪儿来的 这么多奇怪的理论呢 因为我聪明啊 晓月 今后想请你吃最后一顿韩餐 你可别坏我啊 是不是又是你请客我买单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已经跟老板打了招呼了 先设账 然后呢 等我娶个老婆之后 让我老婆来还 这你老婆也太可怜了吧 这得帮你还多少债啊 我又没让你成为老婆啊 你瞎操心什么呀 谁稀罕呢 走 反了他了 他 敢打人 吴总 你去办护照了吗 我下午就去 去办个佳吉的吧 反正也花不了几个钱 我知道了 办好了以后 赶紧拿给我 我去办签证 好 我这脸上的伤 看起来还那么明显吗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应该看不出来了 哪里还可以 给你老婆说过了吗 说了 咱们不在的时候 让她帮忙这 多照应这点 反正是自己家人嘛 她会的 那行 那我就先走了 对了 冯海 我在外边又看了一个地段 那边刚好有一个门市房 我打算把它租下来 开一个咱们超市的分店 真的 咱们的超市 现在经营已经上了正轨了 开一个分店 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太好了 那 那 我 你有事吗 这 开了分店以后 我 我的意思是 那我 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看你在这边 已经是够辛苦了 那边的店呀 我会再找一个经理过去的 应该的 冯海 如果你要是想入股的话 我也可以考虑一下哦 入股啊 吴总 不瞒您说 其实 是因为您信任我 白给我这个店的股份 我也只能出出力 我哪有资金入股啊 也是啊 不过您可以考虑一下 去借一点钱 或者去贷个款什么的 反正您也看到了 咱们这个超市肯定赚钱嘛 是是 我想想 我 我琢磨琢磨 行 那我就先走了啊 好好好 您慢走 您慢走 抓紧时间办部罩 好 钱 不接电话 奶奶个腿 优下 倒在结实 来 又不要的 都让你的结果 非常之处 聖伯 också 现在让你终于 我绕不了她 等着 等着回来收拾她 我在韩国待了很久 韩国算我搬个家乡了 家乡菜怎么会不喜欢呢 那韩国好玩吗 韩国当然好玩啊 倒国嘛 小悠 你想去韩国吗 我可以带你去冀州岛 还可以带你去探李明浩的班 你眼睛放光了你 花痴 你说什么呢你 还翻白眼 另外还有 你稍微凑近一点 干什么 我不会吃了你的 凑近一点 来 左边一点 再右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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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不需要整 你说什么呢 你才需要整容呢 我已经整过了 这下边 真的 我已经 我这是陈天然 对你这么说 我感觉韩国好好呀 当然了 我可以带你玩遍韩国 拉倒吧 去韩国还不得我花钱 宁可别想着你去韩国玩我花钱 你小心眼啊 你出钱是应该的 找导游也要钱 一半之间 不知道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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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有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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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谁啊 谁啊 他呀 他这个店的老板 这家店是韩国人开的 我爸 你韩文好好呀 一般一般 全国第三 你看你一点都不知道谦虚 那他为什么对你那么光景啊 我是客人啊 客人就是上帝 那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你真的想听吗 嗯 他说啊 你呢 狠狠地吃 多吃一点 欠的钱 将来让你的老婆通通还给我 胡说 我真的没胡说 你怎么那么能瞎编你 我没瞎编 瞎编 你来还啊 我不是你老婆 听我唱歌 你会使的 我不会 听我唱歌 快点吃啊 哼了 妈给你做主 不 风寒 你还有脸进我的家门 妈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的妈 是你让我管回来的 我辛辛苦苦把我的闺女养大 嫁给了你 是让你来疼的 不是让你来打的 我 我知道错了 我当时也是一时着急激动 打完以后我也后悔了 一时冲动着急 那么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着急也冲动了 我可以打你吗 妈 你 你打吧 你 我该打 你打了以后我心里也舒服 妈 妈 妈 这辈子做了什么错事了我 风海 秦雪跟你生活了二十年 受了多少苦你不知道吗 你怎么会忍心 吓得了你这个狗爪子 我自己生的孩子 我一个手指头我都舍不得动 你凭什么身手大人哪 我知道错了 风海啊 大人会上瘾的 你今天动手了 你以后只要不开心不高兴 你就会想到动手大人的 你现在觉得你错了 你道歉 你后悔有什么用啊 妈 你别生气 我 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 真的 如果以后我再动血一个手指头 你 你就把我的手给剁了 你这个爪子太贱了 太贱了 不是去摸麻将 就是赌博 然后就打老婆 你是个男人吗 什么本事你都没有啊 你都长脾气了 你想打人就打人吗 凭什么 妈 你 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 我以后不会再赌钱了 我已经跟雪承诺过了 我现在拼命赚钱给她买房子 不会再赌了 妈 说得真好听 好好地工作 你说你才干了几天哪 是不是见到钱又想赌博了 才想着打老婆 妈 我 我真的错了 我请你原谅我行吗 你 雪儿 我错了 演唱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